我一兄弟叫徐晓东 打架的 打拳的 打拳又能白货 北京人们正经经腔经运 原来也驻北京城里 在我们家门口 时差还体效练的打架 我老说打架 其实人家练的是叫搏击 专门搏那些 假武术 最早拿手拨 现在已经不用手了 拿嘴拨 他跟我说 他不吃饭 只吃肉 最近猪肉涨价了 不知道他吃什么 猪肉涨价还其次 他老瞎说 给他微博什么 全疯了 疯了狗急跳墙 这小子就跑墙外头去了 而且越说越大 看来以后是靠嘴 而不靠手 君子动口不动手吗 他成君子了 靠打赏还活得不错 是不是我也去学他呢 我是不怎么吃肉 前两天去河北雄安 发现当地全是驴肉 驴肉啊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 这都是华北这么说的 华北老百姓一般认为最美的东西就是驴肉 为什么是驴肉我弄不懂 骡子肉呢 马肉呢 大骡子大马可能肉太老 老了就搜起 就柴 就梗 驴小 驴好像不是中国的 你看阿凡提是新疆那边的 巴一 巴一阿凡提 其实应该是中东的 钱无驴嘛 钱驴巨熊 老虎都没见过驴 中国的老虎都没见过驴 驴应该是中东的 你像埃及 伊拉克 沙尔地 阿拉伯 两河流域 遍地是驴 所以我觉得驴是外国 外国进来的 现在也是 那个驴呢 保定周边 就是北京周边 是两派驴肉 东派就是廊房驴肉 廊房驴肉是降驴肉 煤汤 便于携带 干货 由于煤汤 它就不是干白嘴吃的 它是夹在烧饼里的 西边 就是保定府 恒水 恒水驴肉 就恒水老白干那边 那边驴肉是卤驴肉 就带汤呢 所以味浓 但味浓就不好带 一般老百姓都舍不得 白嘴 就是白嘴 净嘴 就白吃驴肉 多贵啊 驴肉 所以都是用烧饼加驴肉 所以就叫驴肉火烧 就郭德纲说的 那个好吃的 那个刚刚的 那个郭德纲的 那个驴肉 能吃到驴肉 都是有钱人 穷人吃不起驴肉 吃驴肉 也拿火烧加 火烧多 驴肉少 北方烧饼跟火烧的区别 是烧饼带芝麻 火烧没芝麻 火烧一般比烧饼大 烧饼可以白嘴吃 火烧肯定得加点什么 火烧加驴肉 那都是有钱人 更多的穷人 火烧都加不起驴肉 不是驴肉火烧 而是闷子火烧 什么叫闷子火烧呢 闷子就是 把煮驴肉的那个汤 煮驴肉剩下的那个汤 拿点淀粉 面粉 那天我说淀了 淀了就是沉淀下来的 不能溶解的颗粒 海淀 白洋淀 淀都是这个沉淀 就把那些颗粒搅和在驴汤里边 那么一搅和 做成一个 那么一个 驴肉汤的团子 这叫闷子 把闷子一切 叭叭叭叭叭 那肯定比驴肉便宜 加在火烧里 带点肉味 这就是驴肉闷子 闷怎么写 一伙子边 又一个闷闷不乐 吃不上肉啊 拿假肉代替 人造肉 所以闷闷不乐 这玩意叫闷子